阿舍等人压记三十多个蒙古兵 趁着夜色往满城镇方向赶去 路易今下目送他们离去 直至消失不见 夜色正浓 此刻正是人们酣睡之时 路易邪夫人却行走在塞外寒风名裂的大满山上 不经意间 路易瞥了眼睛下 心底深起震震愧疚 傅夫二人走了月半的十寸 半山摇葬兵洞入口已隐约可见 大人 从今夜知识可以断定 蒙古达达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狡猾 静下望着夫君 坦白地说出心中担忧 是啊 路易舒浅一笑 眼底透着些许苦涩与无味 今下 你怕吗 夏爷坚定地摇摇头 大人 无论何等危险 我都与你一起面对 今下 路易感动地牵起他手 昂首挺胸往脏兵洞口赶去 一醉夜风呼起 二人脚下的枯树叶随地翻卷 足过之处 枯叶翠裂声尤为清晰 这场打戏那叫一个帅啊 脏兵洞入口出 路易 今下驻足足 大人 怎么了 你跟在我身后 千万小心 路易望着黑漆漆的洞口 剑眉微微一皱 今下点头 随即跟着夫君 两人一前一后跃进洞中 借着洞口处和透过缝隙照射进来的月光 路易小心翼翼的前行 每一步 都走得很慢 倘若没有山下阿舍等人显现失守之势 路易不会如此小心近身 他一向心思缜密 初葬成立刻手下 如果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他很有可能一败涂地 夫妇二人按照以往的记忆 缓慢前行 葬兵洞中死亡一般寂静 他们的脚步声都隐约传出回音 黑暗中 今下暗子吞咽口水 想出言提醒夫君 骨骸设置好的陷阱快到了 可转念一想 此等性命攸关之师 他断案不会忘记 他们行走约一盏擦功夫 路易记得真切 前面就是昔日胡汉设置好的陷阱 远处是个宛若装有奇珍异宝的锦盒 散发着鹅黄色光芒 路易驻足 回头望向惊吓 眼神忠诚是询问 他只晓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大人吃醋了吧 惊吓想了想 瞪着双目四处张望 先点点头 再摇摇头 下爷的意思是 前面有陷阱 但昔日锦盒不见了 有路易的命令 秦一卫不会擅自动纳锦盒 唯一的可能就是木坤逃跑之时 一念贪心 打发了锦盒 路易看看脚下 并未发觉陷阱处有一案 也就是说 木坤并未跌进陷阱中 无论如何 他对洞种情形不甚熟悉 想逃出去并非意识 唯一的可能就是木坤上在洞中 路易锦下想到藏在暗处的木坤 不育而同地提高警惕 连呼吸都变得紧逊起来 突然 有三只剑如闪电般冲他们射过来 与此同时 锦下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黑暗中 路易听声变味 脑海中闪过四字三件连珠 身为锦衣卫 昔日他执行任务之时 曾经见识过有人晚宫三剑齐发 江湖人称三件连珠 碰到此等情形 要么武功高强反应迅速提飞力剑 要么轻功决定躲避开来 除此之外 第三条路必死无疑 路易武功 轻功皆属高手 想躲开三件连珠是轻而易举之事 但惊吓却没有这个能力 电光火时间 路易纵身跃起 左脚踢飞之冲夫人而来的一支剑 同时伸出右手钻住另一支剑 紧接着大人想用左手挥掉第三支剑时 只可惜一心三用 他左手试了枕头 黑暗中 惊吓听剑一响 本能的侧孙躲傻 却在意识到夫君腾空之时 分神关心道 大人 怎么了 眨眼的功夫 第三支剑冲惊吓而来 路易顾不上那么多 直剑飞神过来 扑倒夫人 小心 这是三剑连珠 只听搜 得一声 那支剑贴着陆一剑头飞过 插进不远处的石壁中 曾福这是在瞅圆圆吧 如一剑头传来剧痛 他随即明白是最后那支剑所致 心中尽兴 还好 为伤闹警下 这点皮肉伤不算什么 几乎同时 他们身后传来两道声音 大人 曾福惊呼 惊吓 杨月新都提到嗓子也上了 曾福 莫要管我们 抓住物骨 是三剑连珠 小心 路易忍着疼痛 浮起惊吓 低声询问 惊吓 可有受伤 没有 大人 您呢 黑暗中 惊吓脸色苍白 声音微微颤动 一点小伤 无碍 路易知晓富人聪慧 不说明自己伤势 怕他愈发担忧 索性是话时说 夫妇说话之际 对藏兵洞中情形事事熟悉的臣服冲在前面 施展轻功约过陷阱 杨月紧跟其后 虽然大阳对洞中地势不熟 但他知晓跟得臣服损厚 不会有错 杨月 修道血腥味的惊吓低声道 大人 您确定是小伤 对 路易于气冷静 心思早就随臣服 杨月去抓木昆了 大人 那您再次等候 惊吓套出手冲 扭头望向身后洞口 我去另一个出口堵他 还是我去吧 路易想到可怕的三剑连柱 不放心夫人 没等惊吓开口 他便奔向洞口 惊吓怎会不明白路易担忧之事 想到自己尚不了台面的几兆功夫 安自后悔 早知如此 小爷有年应该跟师父好好练武 唉 不仅输到用十方很少 连武功也是如此 葬兵洞外 路易直冲另一个出口而去 而洞中 狡猾的木昆怕层服 杨月遭到他 竟然将昔日锦衣卫们放置的蜡烛全部熄灭 他以为自己可以顺利逃脱 只是没料到层服会对里面一切熟记于心 黑暗中 木昆几次射简 都没伤到早有防备的杨月和层服 借用完了 他气愤地扔掉弓 往前方跑去 突然 层服的声音黑暗中响起 木昆 想活命的话 莫要再跑了 前面是陷阱 层服的声音黑暗中响起